欢迎大家继续一起研读诗篇第十八章 昨天读到第十九节大卫自豪地宣布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的时候 大家也许有疑问,难道仅仅是因为喜悦我吗? 今天的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完整地读一下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力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 回顾昨天的内容 大卫写本诗的时候,正是人生巅峰 还没有犯下后来谋人性命,夺人妻子的大罪 所以他能够问心无愧地写下这四节 参考撒摩尔记 我们看到大卫对待自己的岳父扫罗 确实是问心无愧,完全遵守神的道 扫罗想用枪钉死他 而他只是躲避,没有武力还击 扫罗再次要借非利式人的刀杀他 他也毫无怨言,双倍完成任务 因为他明白,这时候神是在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 撒摩尔记花了大量篇幅记载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相信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 心里是特别矛盾的 在国家的层次上 扫罗是神拣选的第一个王,全民的领袖 在私人层次上 他是自己的岳父 又是亲密好友约纳丹的父亲 但是扫罗心胸狭窄 因度生恨 三番两次要用各种方式杀自己 当他的枪奸刺向自己的前胸 就算是出于自卫的本能 大卫也肯定有反击的欲望 更不必说 后来扫罗追缴他多年 甚至逼得他到加特王 也就是菲利士人的面前 装疯卖杀 大卫清取巨人戈利亚 而且在菲利士人的地区轻松出入 每次都成千上百的杀死敌人 自己毫发无损 也许都能超过三国演义里的赵子龙了 否则 父女们也不会唱 扫罗杀死千天 大卫杀死万万 以大卫的武力 反杀扫罗应该轻而易举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有两次绝佳的机会 第一次是扫罗在方便的时候 大卫悄悄接近 不知不觉割下他的衣襟 第二次是夜袭敌营 只是在扫罗头边拿走了枪和水瓶 而后者睡得一无所知 我每次读这几段 都觉得跟惊险电影一样 圣经也是很有趣的 不是吗 这两次都是世俗眼光中的最佳机会 它似乎可以轻松地解决人生中的难题 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王位 但是他抵挡了诱惑 没有屈服 第一次大卫说 我的主也就是扫罗 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第二次 在布下雅比塞的强烈鼓动之下 他仍然持守本心 冷静地回答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历史没有如果 我们不能假设 如果大卫当时下手杀了扫罗 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知道 许多年以后 大卫自豪地写下了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 也偿还我 亲爱的听众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呢 今天我们大概不会有这么大的困难 像大卫一样游走在生死边缘 也许我们面对的诱惑小很多 也许 只是一句无心的谎言 只是一次小小的欺骗 只是一时冲动 骂人痛快 只是看上去无关痛痒的小事 人人都想用最简单 省力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难题 很容易忽略神的法则 别忘了中国古书上也说 千里之堤毁于乙穴 错误 都是从小小的细节开始 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愿大家能以大卫的诗句共勉 遵守神的道 远离罪孽 读懂了这四节 后面就非常容易 我给大家简单地概括一下 从第25到29 顺理成章地提到 神对自己百姓的恩典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成员 第三十节 是总纲 赞美神的大能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尽的 凡投靠他的 他变作他们的盾牌 从三十一 直到四十五 大卫用了十几节 展开做见证 强调依靠神的人 是真正的 所向披靡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蹄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臂膀 能开铜弓 我的脚 未曾滑跌 你又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转备逃跑 外邦人 要摔残 战战兢兢 出他们的迎债 大卫 不惜笔墨 反复强调 他之所以天下无敌 所靠的不是自己 而是耶和华的道 是万君之 耶和华的名 全诗最后五节 做出了强劲的结束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 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 被人尊宠 耶和华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施慈爱 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羡慕大卫吗 你希望成为像他一样 蒙神喜悦 和神心意的人吗 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祷告 主我的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 心中充满感谢 称颂你的名 你是我的磐石和依靠 你用大能的手 一直引领我 走在你的道上 你救我出凶险 你使我的脚下 地步宽阔 我的脚背层滑跌 我的生命中 有高山低谷 我的心情有起起伏伏 但是你总不改变 当我祷告 你必垂听 我的经历 也许不像大卫那样传奇 但我愿意像他一样赞美你 愿意遵守你的道 不偏离你的律力点征 愿神祝福所有听了道 就去行的人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